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春秦很依赖佐助,但对他也很严酷 这天佐助的父亲从乡下赶来买药 想顺便看看儿子 但任性的春秦死赖着佐助不放 要他陪自己去练琴 小伙儿只好顺了他的意 路过客房时父子俩也没有相认 药店的老爷为此感觉很不好意思 春秦很有天分 琴记突飞猛进,一日千里 深得同事盲人的春松老师的赏识 仰慕二小姐的佐助 带其他佣人入睡后 从没学过琴的他 心里想着春秦的样子 闭上双眼练习 谈起三味闲来 一个毫无基础之人 能谈成这样着实不易 老爸却怒气冲冲的跑出来 将儿子辛苦攒钱买的琴摔得粉碎 家中三代都是佣人 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的他 认为佐助越线了 你只是一名佣人 学什么琴 小伙儿被狠狠地臭骂了一顿 老爹回屋后 春秦就将佐助叫起来 命他在自己面前弹琴 佐助拗不过 只好借用他的琴弹了起来 就这样 佐助足足谈了一夜 次日一早 大小姐不干了 店里都忙成狗了 你却在这里弹琴 为此春秦与姐姐吵了起来 姐妹俩谁也不让谁 见春秦一心想教佐助弹琴 于是老公俩决定 那就让佐助专心陪春秦 不用他再去药店里帮忙了 二老本以为这样做是照顾佐助 但春秦却对佐助一天比一天严厉 稍微谈错一点就大发脾气 急了还用小铲丢佐助 阴红的鲜血躺了下来 佐助却咬紧牙关 一句话都没说 还求春秦老师 让他继续这样严格的鞭策自己 就这样 在严实的陪伴下 伤痕累累的佐助 练了整整一宿 就连春秦的老妈来求情 都无济于事 邻家要逢的大少爷 是个到处拈花惹草的色鬼 他看上了春秦 为此到处托人 终于派到春松老师门下 他竟毫不掩饰 恬不知耻地到处 自己学好秦后 又借机接近春秦的心声 春松老师眼里不柔杀的 当即将其逐出师门 不教他了 为体会老师谈秦时的心境感觉 佐助连秦时 经常有意闭上双眼 这事被春秦发现了 他很生气 误以为佐助故意用这种方式 绩效双目失明的自己 佐助白口莫辩 无论怎么解释 二小姐都不信 佐助跪在门口诚心道歉 愿当牛坐马 伺候他一辈子 后面子的春秦 心里已经信了 却没表露出来 佐助出来后 突然间地动山游 地震来了 佐助心里只有春秦 他跌跌撞撞的跑回屋中 将瑟瑟发抖的春秦 抱到屋角 保护了起来 地震终于停了 平素孤傲冷军的二小姐 放下架子 扑进佐助怀里 求他再也不要离开自己 二人就这样 保持微妙的关系 一起生活着 半年后 佐助通过春秦的推荐 与春松老师一起学习 秦记突飞猛进 这时家人意外发现 春秦怀孕了 老爷问佐助 孩子是不是你的 佐助拾口否认 说春秦既是自己的主人 又是老师 自己绝不会这么做 老爷继续说 没事 你可以告诉我 若孩子是你的 我反而更放心 但佐助仍不承认 春秦这边也一样 面对妈妈的询问 他说 我们二人发过誓 绝不公开名字 当老妈说 若孩子是佐助的 我们可以收得做养子 春秦生气了 就因为我是个瞎子 你们就想把我 嫁给一个佣人呀 没办法 二老只好把 刚出生的婴儿 送给了其他人家 没过多久 家中的老爷 与春松老师相继病逝 春秦接过了 春松老师的衣钵 开班授徒 教人弹琴 佐助除了要服侍二小姐 起居饮食 包括洗澡穿衣 涂脂抹粉外 还当了他的助教 春秦的脾气依旧古怪 他虽眼睛看不到 却连女佣给没给家中 养的鸟儿洗澡都知道 佐助的父亲年纪越来越大 专程派人来送信 叫儿子回去继承家业 但佐助权衡一番后 态度坚决的决定 不回去了 自己要留在二小姐身边照顾他 这一天 色魔大少爷来了 对春秦说 过几天想在庭院中举行赏媒盛会 届时会有众多亲朋好友到场 请春秦老师都家中谈取助兴 二小姐犹豫之时 一位大叔怒气冲天地闯了进来 原来她的女儿再次学琴 但严厉的春秦 把人家闺女的小脸弄破了像 她想讨个说法 二小姐却一点面子都不给 眼看事态要失控 大少爷一看机会来了 用钱安抚人心 把大叔劝走了 人家帮了忙 这赏媒盛会若不去 就不合适了 春秦高中的秦记 赢得了满堂彩 但大少爷这淫贼 这次早已设好了局 想借省媒助兴之名 把春秦给半老 用餐时 她故意将左柱支走 趁机对二小姐动手动脚 张力的秦妹子誓死不从 抄起饭碗 给她的脑袋开了瓢 没吃着秦豆腐的大少爷 由此怀恨在心 这一天 左柱在馆中交秦 这俩学琴的姑娘 却一直傻笑个没完 春秦怀疑左柱 故意挑逗她俩 醋意大发 左柱健壮 态度坚决的表忠心 我心里只有你一人 若你不愿 从明天起 不再受年轻女子为徒便是 这些话将春秦感动了 她赶走其他前来学琴之人 借手冷为由 要左柱为自己搓手 搓脚取暖 随后左柱这天冷之明 关上了房门 之后的事情 大家一会就好 这一天深夜 有个鬼鬼祟祟之人 偷偷潜入春秦家 趁二小姐熟睡去时 竟提来一壶开水 硬生生交到她脸上 左柱闻声赶来 人儿已经迟了 春秦的脸被严重烫烧 之后她的性格 变得更加疑神疑鬼了 总觉得别人 在暗地里说自己坏话 开水交脸之事 自然是大少爷 这个奸命之徒找人干的 为此 她还被狠狠地敲了一笔竹杠 左柱每日烧香拜佛 祈祷春秦的脸能早日康复 但所有人都知道 二小姐的脸 永远无法再像从前一样 美艳动人了 春秦对左柱说 其他人都无所谓 我唯独不愿让你看到我的脸 便要左柱保证不看她的脸 左柱当即对春秦发誓 自己绝不会看 此时她心中 产生了一个可怕的想法 随后左柱随便找了个由头 支走家中两个女佣 拾起针包上的长针 竟强忍剧痛 先后戳下了自己左右两只眼睛 眼前的视线变得一片模糊 跌跌撞撞地来到春秦身边 现在 我终于能进入老师的世界了 我看到的老师是十年前的样子 那么美丽高贵 我永远忘不了 春秦得着左柱刺瞎双眼 再看不见自己的脸后 也放心了 两个人发誓 从今以后又永远生活在一起 他俩就这样生活在一起了 每日朝夕相处 没有举行任何结婚仪式 因为春秦的自尊心 不允许他与一个庸人结婚 而左柱还和以前一样 服侍着他的二小姐 尊重着自己心中 那永远高贵 美丽又任性的二小姐 这部电影看后 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这是一个畸形走样的爱情 春秦是个名副其实的矛盾结合体 他因眼睛看不见而自卑 处处都要依赖别人 又为自己小姐的身份所来 无法放下自己的阶级观念 为证明自己 他处处蹲着架子 待人苛刻 对所有庸人 学生 甚至是自己的家人皆如此 春秦处处依赖左柱 也无法离开左柱 在被左柱的细腻温柔忠心 专一打动的同时 也一直瞧不起左柱 认为左柱是个下人 若和他结婚是莫大的侄辱 他觉得左柱为自己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当左柱自毁双目时 他欣喜的心情 远远大于心疼的心情 这种爱是极度自私的 或者说 春秦从始至终最爱的都是自己 至于孩子 小说中也有交代 他的确是左柱的 只是春秦不止于让他人知道自己和一个下人结合 财命左柱守口如瓶 还将亲生骨肉送于他人 这更加印证了春秦的自私 反观左柱 等级观念同样深深地根植于心中 他对春秦的崇拜 爱恋已达到近乎疯狂的程度 不然也不会如此奴性十足 甚至不惜自瞎双眼 来满足春秦 他对春秦的爱中 掺杂着对上等阶级的崇拜 也许在别人看来可悲的事情 他自己却感觉很幸福 宇哥觉得爱情的天平一旦太过清晰 便不能长久维持 片中这种变了味的爱情故事 或许只会发生在那个年代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如果喜欢我讲的故事 别忘了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我会在这里第一时间更新视频的 宇哥的公众号里 有我做过的所有视频的目录 方便查找观看 贵求大家的关注 另外别忘了转发和推荐 谢谢大家